9. 明報 蘇馬技術破譯千年聖經古卷 2015年7月22日國際A222以色列和美國研究員利用先進的醫學及蘇馬技術 在有1500年歷史的朝黑羊皮紙卷上,解讀出手抄聖經文字 時自發現死海古卷以來最古老的聖經抄本 死海古卷後最古老聖經抄本以色列考古局周一展示5厘米長的古紙卷 他早在1970年在年瓦因蓋的Kindri出土 距離死海古卷發現儲古武蘭君倫僅約40公里 當時的辨識技術無法解讀紙卷上的文字 時自今天專家才利用數碼技術解讀 以色列考古局局長書以Ninashaw說 這是死海古卷之後最重要的古聖經發現 死海古卷於1940年代末在內陸死海沿岸出土 被視為至今發現最古老的聖經手抄本 年代約在公園前三世紀至公園七十年間 參與滑掘新古卷的75歲考古學家波拉特·施菲普洛說 該古卷約在公園六百年書寫 在一個古猶太教堂遺跡內發現 古卷出土時 容易分析古文物的鑑識科技未能發現 這個朝黑的古卷上有書寫文字 卷上文字為舊約利未記內容數年前 波拉特邀請 處理死海古卷的以色列專家幫助 以色列Merkel科技公司運用微型電腦斷層素描 技術解讀古卷文字 解讀結果其後送到美國肯塔基大學的電腦專家 西爾斯·Brand Sales那欣 A.西爾斯運用數碼影像軟件將古卷虛意打開 並將文字顯現出來 專家發現 這詩文字原來是套約聖經裡未記的前八節 路透社